這裡有一個叫做北安國中 我就是國安國中第一屆的畢業生 這裡有沒有北安國中 畢業的舉手看看好嗎 男生應該念大職國中不是嗎 你為什麼舉手 和選民談笑擲乾淨 蔡英文持續化身最強母雞 十七號一早來到大職直伏宮 替謝沛芬大力助攻 左邊的這位跟右邊的這位 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如果沒有國會的多數 我就沒有那一次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了 最後在這裡要拜託 我們謝沛芬我們高嘉宇 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 在韓國會過半 蔡英文要和賴曉分進合集 一早連走北市兩間宮廟 全市立委基站區 已經長時間的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那舒嬅也有一段時間 做過我們的中常委 我們要有溫暖國立委 我們不要有那種語言激烈 造成社會對立的立委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話聽來似乎在暗指許巧心 但蔡英文不只小基選情要操心 還得回應中國提出的貿易壁壘問題 有一股力量企圖用經貿手段 介入台灣的選舉 面對經貿爭議 我們願意跟對方秉持誠意善意的溝通 可以依照WTO的機制 共同解決貿易爭端 面對中國給壓力 蔡英文保持理性不挑釁 強調唯一路線就是乘著穩定 令人相信 三星王全有桃特報道 小鷹